今天,也是我们佛教的中原 在一般我们学里,都会伴佛妻 几半三十七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缘没有具足 听说我们学里,封城已经两个月了 疫情有没有改善呢? 一旦没有改善,天天的增加 甚至于师父有时候要出去丢垃圾 都要戴口罩 所以说明这个疫情传得很严重 有一次师父要丢垃圾的时候,就是要把垃圾桶 因为政府要来收 对面的人看到我戴口罩都像 像我戴口罩,只是丢个垃圾而已啊 为什么要戴口罩 规矩就是规矩 今天,为什么全世界这个疫情 没办法控制下来? 因为人不守规矩 不听话 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不听话 不守规矩,这个国家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家庭不守家规,这个家庭不是要完了吗? 一个道场也是一样 没有规矩,这个道场都是会乱掉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尊敬的同修大德 今天我就借这个应援来跟大家讲讲话 现在这个社会很不安定 很难教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都不听话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念佛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些人念佛会得理? 为什么念佛有一些人不能得理? 原因在哪里? 关键不是在外头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不论世间法 不论在佛法成败 最重要的不是外头 最重要的 关键在我们自己本身 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处是待人接物 遇到一些逆境 可能人家来批评我们 可能人家来批评我们 甚至于来伤害 用一些态度 不吉祥的态度 不吉祥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今天如果你能够有修养 你能够有修行 外面的这些境界不会被来干扰 而且你能够用你的修养来转这个境界 把这个烦恼成菩提 所以修行最主要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2500年前 这个佛法最主要不是对外的 是对内 对我们自己 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这部无量所经 而所说的一切法 也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 对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任何什么样的境界 最主要的不是在外头 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去修行 真正修行的人 什么样的境界对他来讲 都是一种考验 都是提升自己的境界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师父有认识一个居士 有一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她有一天我看到她 被一个很 就是说有一个人来对她 来骂她 批评她 侮辱她 甚至用一些很伤的 一些语言 来讲她 我亲眼看到的 我问这位居士 我问这位夫人 你会不会恨她呢 那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的情形 你会不会恨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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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你的念佛功夫不得理了 但是这位夫人 我问她的时候 这个是事实 我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这个我们 借这个功修的时间 帮个钟头来跟大家互相鼓励 这位夫人呢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师父啊 我不但不恨她 我又感恩她 为什么呢 她来成就我 她来成就我的人 如果今天我来报福 我来骂她 来伤害她 那我跟她有什么区别呢 我又跟她有什么两样 我们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样的 学佛的人最主要就讲什么 讲修行 你有没有真修行 你没有真念佛 这句名号荣誉啊 不用去背她 你能够顺口念出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没有真念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会修行 不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被这个境界而所转 会修行的人 每天都转境界的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 因为我认识这位夫人 已经十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这一生出家二十几年 没有看过 有这样的人 包括出家人 我唯独看到一位 他有这种的修为 说明什么 说明他懂得佛法 他已经听懂 释迦摩尼佛2500年所说的法 他听懂 我们有没有听懂 阿弥陀佛 佛也照样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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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经过修行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只有真正的修行你才能够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而已 修一点福报而已 真真了生死我们已经没办法达到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